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证券行业 证券行业可是连接投资者、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重要桥梁 它的发展对整个经济体系都非常重要 先来说说证券行业面临的挑战 从2024年年初开始,监管政策就对资本市场各类主体行为加强规范 严监管成了主基调 比如说新国九条,它对上市公司发行的各个环节都管得更严了 还加强了对融券、转融券业务以及高频量化交易的监管 这都是为了维护交易公平,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4月12日,国务院印发的新国九条可重要了 它对未来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很详细的规划 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为了落实这个政策 证件会和护身交易所都出台了很多相关规则 涉及到发行监管、上市公司监管、证券公司监管 交易监管等很多方面 7月10日,证件会又有新动作 暂停转融券业务 提高融券保证金比例 还加强对程序化交易的管理 这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降低市场风险 稳定市场 从2023年8月开始严检管后 到2024年6月底 融券和转融券的规模下降了很多 不过政策对市场的保护效果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 证券行业竞争也很激烈 就拿经济业务来说吧 从2008年到2023年 全市场日均股基成交金额增长了很多 但是经济业务净收入却没怎么增加 这主要是因为行业里的用金价格战 大家都在降价 结果虽然交易量上去了 收入却没增加多少 而且证券公司为了拉客户 在开户上竞争很激烈 导致市场有效互率不断下降 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数据来看 从2007年到2022年 真实的个人投资者持股账户数 比A股个人投资者总账户数少很多 2007年到2022年 有效互率从44%降到了14% 这其中2015年之后降得特别快 这是因为一人多户放开后 券商在互联网引流上太内卷了 拉来很多不活跃的客户 这些客户开户后也不交易 券商的获客成本就浪费了 另外客户资产的增长也和市场行情有关 只有市场行情好 客户投资有收益或者不断投入资金 客户资产才会增长 但是长期来看 市场指数经常震荡 客户资产增长也不明显 所以如果没有牛市行情 券商光靠拉客户是很难增加业务收入和利润的 再说说证券行业的机遇 国家对证券公司并购是很支持的 从2019年11月开始 证券会就鼓励券商并购 目标是打造航母级券商 之后每年都有相关政策出台 2023年10月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 要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 证券会11月就支持头部证券公司 通过并购等方式作优作强 2024年3月证券会还提出到2035年 要形成二到三家有国际竞争力的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 在这些政策支持下 券商并购案例越来越多 除了大家关注的国军加海通并购 还有六起正在推进的案例 这些并购都有各自的思路和进展 比如华创加太平洋 2022年5月 华创证券通过司法拍卖 拿到了太平洋的部分股权 但还没完成相关手续 平安加方正 2022年12月 中国平安并购后持有新方正控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大部分股权 方正证券的实际控制人变成了中国平安 以后可能会合并方正证券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头部券商在行业里也有示范作用 他们在业务创新 国际化布局 风险管理等方面做得比较好 给其他券商提供了经验 比如说中信证券 它的业务结构很均衡 对传统经济业务的依赖越来越小 从2013年到2023年 经济业务收入占比从35%降到了17% 同时 它还通过一系列并购扩大了业务规模 巩固了自己的龙头地位 在国际化方面 中信证券也很厉害 它收购了里昂证券 加快了国际化布法 现在它在国际市场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可以为全球客户提供服务 接下来看看证券行业的发展趋势 首先是行业格局在优化 在监管加强的情况下 头部券商更有优势 根据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规定 正常经营的证券公司有一个基准分 然后根据风险管理能力 合规状况 业务发展等情况加分或扣分 头部券商在加分项上有优势 扣分项也相对较少 而且政策也支持头部券商发展 这使得行业资本实力分化更明显 头部券商的实力更强 中小券商也有了差异化发展的机会 很多上市券商通过并购整合 扩大了市场份额 提高了盈利能力 推动了行业格局的优化 在降本增效方面 头部券商也做得不错 收入端 头部券商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小 因为他们投资多元化 还有衍生品对冲能力 而且头部券商国际化优势明显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对外开放 境外市场对中资券商吸引力增加 头部券商通过国际化业务 可以增加收入 费用端 新国九条提到要规范基金经理薪酬制度 证件会也要求上市证券公司 完善从业人员管理和激励机制 很多券商也通过减少营销开支 优化组织架构等方式 降本增效 2024年第一季度 就有九家上市券商的管理费用下降了很多 还有行业的集中度在提高 2024年上半年 头部前五家上市券商的 规模净利润和营收占比 都比2023年同期增加了 这说明行业集中度在加强 业务方面也在多元化发展 从2012年到现在 券商经历了两轮扩表 厂外衍生品等业务 让金融投资资产规模增长啊 做事业务也在发展 中国做事商制度虽然起步晚 但现在随着科创版交易所债券市场 北交所实行做事制度 做事商制度加速落地 券商参与的做事品种也越来越多 经济业务也在转型 投资咨询业务和金融产品代销业务 是券商应对用金费率下降的两个办法 投资咨询业务是券商投资顾问给客户提供建议 不过券商在这方面收入不如独立的投资咨询公司 因为这个业务比较依赖人力 而且合规风险较大 金融产品代销业务 从2014到2015年开始发展 2025年 券商实现金融产品代销收入 约63亿元 到2020到2021年 随着公募基金新发天亮 收入更高了 但是2021年之后市场转雄 又引发了公募基金费率改革 下面分析几个相关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成立于2000年8月22日 它是国有独资证券公司 有很多优势 2013年相关政策放宽后 它决定优化实体营业网点 开设轻型营业部 到2024年上半年 它已经有469家证券营业部 和37家分公司在行业里网点数量领先 虽然也面临一些市场冲击 但它的经济业务在行业里排名 还是比较靠前的 中信证券是1995年成立的 是中国第一家A加H股上市的证券公司 也是行业龙头 它通过多次并购和扩张 业务规模很大 资产过万亿 它的业务结构均衡 国际化经营也很成功 境外机构客户分布在很多国家和地区 2023年海外收入占总营收的16% 以后可能还会增加 国信证券的经济业务管理模式很特别 从2002年开始实行事业布置 2004年开始用SBU管理模式 它的深圳泰然九路营业部很成功 是一个专业营销机构 通过和银行合作构建售后服务体系 推出创新产品等方式 在2007到2015年 有7年互深两市股票交易额排名第一 虽然现在也面临一些挑战 但它在经济业务方面 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 国金证券在2013年 抓住了互联网发展的机遇 和腾讯合作 推出了很多服务 2014年推出的用金宝产品很有特点 开户用金低 还有理财服务和高端咨询 吸引了很多客户 它的股票成交额市场份额 从2013到2015年提升了很多 东方财富从2005年开始 通过建立网站 推出互动平台 拓展基金业务等方式 打造了流量生态圈 2015年收购西藏同信证券后 业务发展很快 它通过给客户提供优惠权益 采用低费率策略等方式 扩大了市场份额 提高了业务收入 到2023年经济业务净收入 在行业里排名第八 国泰军安在2024年有重要动作 国军吸收合并海通预案落地 合并后优势互补 新公司规模大 在很多业务方面都有优势 2024年上半年 它在承销 资管 经济等业务上都有表现 在承销业务上 它把握了债市机遇 债券承销额增加 是战率也提高了 资管业务收入虽然下降了一点 但管理规模增加了 经济业务也比较稳健 是战率还提高了 最后展望一下证券行业的未来 政策利好和头部券商的发展 有望推动券商板块上涨 从2023年7月24日开始 利好资本市场的政策不断出台 加上新国九条等政策 还有暂停转融券业务等措施 都有利于券商板块 而且头部券商做强做优 也符合政策导向 低估值的头部券商 和有并购预期的券商可能会受益 从估值来看 券商板块现在估值较低 有较大提升空间 2024年证券行业整体经营业绩 内生性增长动力不足 经济 自营 投行 资管 利息等业务 都面临一些问题 但是随着政策体系的完善 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可能会形成 市场信心可能会重塑 证券行业有望盈利见底复苏 进入新的上升周期 希望通过今天的介绍 大家对证券行业有更清楚的了解